耶路撒冷去传讲悔改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耶利米书第九章 第一节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 昼夜哭泣 耶利米到这边来 已经快到一个崩溃的边缘 因为从第二章开始 耶路撒冷去传讲悔改的信息 然后讲不听就讲审判的信息 那还是没有人要听 耶路撒说 那你就往人更多的地方去传讲 结果还是没有人要听 到第七章 耶路撒说 你干脆到圣殿的门口对他们传讲 结果他们还是不听 因此在第七章的后半段跟第八章 就讲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审判的信息 叫做杀戮谷的信息 这个整个百姓都会被屠杀 那到第九章 耶利米心里面非常的悲痛 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什么意思 什么叫但愿 就是我眼泪已经哭干了 我没有眼泪可以哭了 所以我希望我的眼泪可以一直哭出来 因为我已经哭到干了 那我昼夜为他们哭泣 因为他们不听信息 他们要被灭亡 第二节又是一个违愿 我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 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 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 是行诡诈的一档 耶利米的心非常的矛盾和纠结 一方面为百姓难过悲伤 二方面又很气他们 也不想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他说巴不得在旷野 有那个旅行的人可以住宿的地方 好让我现在就离开这个城市 离开我的百姓 我要往旷野去了 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 代表他们跟偶像之间行奸淫 对耶利华不忠心 他们是行诡诈的 代表他们跟神口里说一套 真实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套 因此他也很想离开他们 第三节就换耶和华说话了 他们弯起舌头像公一样 为要说谎话 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 不是为行诚实 乃是恶上加恶 并不认识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呢 我了解你的心情 因为这些百姓 充满了诡诈 充满了谎言 他们每次只要一开口 舌头一弯起来 准备要说话的时候 就像一把弓箭一样 要把所有的谎话 诡诈的话都发射出去 这样的状况 在整个犹大的国家中 增长势力 全民都是说谎诡诈的人 对神诡诈 然后假先知也对百姓诡诈 说假的平安信息 这是整个上下交相贼的一个状况 第四节 你们个人当警防灵舍 不可信靠弟兄 因为弟兄进行欺骗 灵舍都往来残棒人 他们个人欺哄灵舍 不说真话 他们叫舌头学习说谎 牢牢陆陆地作孽 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 他们因行诡诈 不肯认识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心理 跟耶利米一样的纠结 矛盾 因为他不断的拆派闲职 对他们说话 所得到的反应都是诡诈 因此呢 连这个 我们待会后面的经文会看到 耶和华其实也在提醒耶利米 连你自己的家乡的亲戚朋友 兄弟姐妹 他们也会在背后陷害你 对你也是说一套做一套 因此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全民都在说谎 充满了谎言 自欺欺神 那第七节 所以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 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 该怎么行呢 他们的舌头是毒箭 说话诡诈 心与灵舍 口说和平的话 人与灵舍 口说和平的话 心却谋害他 耶和华说 我岂不因这些事 讨他们的罪呢 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耶和华的心情跟耶利敏一样 那第七节说 我的百姓一直犯罪 可是 我还是要继续来 融化熬炼他们 我还是希望继续可以炼净他们 什么意思呢 融化熬炼 就好像是要把 这个矿石里面的贵重的金属 提炼出来 上帝不断的管教他们 也没有要放弃他们 可是他们终究不听管教的时候 最后这个管教也会变成可怕的审判 耶和华说 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么行呢 耶和华所面对的百姓 也是充满了诡诈的话 那第九节耶和华说 我也要因这样的事情 讨伐他们的罪 很像耶利敏说的 我一直为他们难过流泪 可是我又受不了他们 很想离开他们 耶和华是一样 耶和华不断的给他们机会 管教他们 希望他们可以知道痛 可以悔改 可是耶和华也知道 他们不会悔改 所以耶和华的心里面 也是非常的难过 第十节 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 因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 因为都已交干 甚至无人经过 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 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 都已逃去 这边我们再次看见耶利敏在悲叹哭 耶利敏他常常为他的百姓哀哭 因此他有一个称号 叫做流泪先知耶利敏 他从第四章开始 就为百姓心很疼痛 第八章第九章 不断的为百姓流泪 第十三章为百姓哭泣 十四章为百姓哀哭 十五章继续为百姓哭泣 十六章耶和华吩咐他 不要再为他们哭了 因为他们讲不听 没有救了 耶利敏从第十六章之后 才停止为百姓哀哭 但是心里面呢 其实一样为他们就去悲伤 第十节这边说 耶利敏看见审判来临的时候 以色列这个地方 都要成为荒烟漫草 一切都会成为焦土 一切都会荒芜 也没有牲畜 也没有飞鸟 也没有走兽 全部都逃光了 变成荒场 十一节耶和华说 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 为野狗的住处 也必使犹大的诚意 变为荒场 无人居住 谁是智慧人 可以明白这件事呢 在这个耶利敏书里面 所谓的智慧人 就是认识耶和华律法 而且行出耶和华律法 并且教导百姓耶和华律法的人 耶和华说 谁是智慧人 可以明白这件事呢 没有人 因为整个国家都活在谎言里面 所有的先知 文士 祭司 都也都在过一种 欺骗人 欺骗神 欺骗自己的生活 十二节我们继续看 谁是智慧人 可以明白这件事呢 耶和华的口 向谁说过 使他可以传说呢 没有人可以传讲耶和华的信息 遍地为何灭亡 干礁好像旷野 甚至无人经过呢 耶和华说 因为这百姓离弃我 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 没有遵行 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 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 随从众巴力 十五节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看啊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 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 阴沉是一种植物 它的叶子很苦 那阴沉啊苦胆水 都代表说上帝要把那个苦杯 给悖逆 这个不听从上帝 只听从偶像魔鬼的这些百姓 让他们自食恶果 十六节我要把他们 散在列邦中 约华的审判使他们国破家亡 他们要被俘虏到外邦人之地 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 素不认识的外邦 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 直到将他们灭尽 就是连那些被掳的 神也要在外邦之地 继续施行他的审判 十七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应当思想 将擅唱哀歌的妇女招来 又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来 擅长于唱哀歌的妇女 这些指的就是在办丧事的时候 会请一些人来哭泣 来更多的表达悲哀 那耶和华说 你要去召去这种 哭泣的妇女来 因为耶和华要灭亡 整个耶路撒冷和犹大 十八节 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 使我们眼泪汪汪 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耶利米哀哭 其实耶利米书是透过描写耶利米哀哭 其实是在表达耶和华的心里面在哭泣 十九节 因为听见哀声出于西安说 我们怎么败落了 我们大大的惭愧 我们撇下地土 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 到时候再后悔 真的是悔不当初 二十节 妇女们啊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领受她口中的言语 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 个人教导临舍唱哀歌 因为死亡上来 进了我们的窗户 入了我们的宫殿 要从外边剪除孩童 从街上剪除少年人 上帝一直希望能够透过 祭司先知君王领袖 甚至十二节 希望透过智慧人 能够透过他们向百姓传讲 悔改的信息 以致他们可以不致灭亡 但是事与愿违 如同耶利米他心里面的感想 事与愿违 因此耶和华说 既然不听智慧人 先知既知领袖的话 我最后就透过 这些唱哀歌的妇女 教导你们道理吧 二十二节 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 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 又像收割的人 遗落的一把盒架 无人收取 二三节耶和华如此说 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 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财主不要因他的财务夸口 代表说 整个耶路撒冷的状况就是 都很骄傲 不听神的话 不听先知的劝告 智慧人 自以为有智慧 勇士自以为有勇力 财主自以为有财物 财祸 所以他们都无法谦卑在神面前受教 二十四节夸口的 却因他有聪明 认识我是耶和华 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 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 如此夸口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这边耶和华仍然在 他们要灭亡之前 仍然给他们最后一次的提醒 也希望这可以成为他们的转机 就是悔改吧 然后呢 你们只有倚靠耶和华 才有真正的聪明 才是真正的勇力 才是真正的资源 因为神是乐意 因着你们的悔改 施行慈爱公平跟公义的神 二十五节 耶和华说 看啊日子将到 就是审判毁灭的日子将到 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离 心里却未受割离的 外面受割离没有用 你的内心没有受割离 割离就是与神立约 愿意遵行神的道路 这是行割离的意义 那你只有外面受割离 里面没有受割离 这是枉然的 二十六节 就是埃及犹大 以东亚门人 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 替周围头发的 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离 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离 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 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国家人 他们也都有行割离的习惯 代表跟他们自己的神明或是宗教来立约 甚至有一些在旷野是周围剃头发一些的游牧民族 他们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信仰的一个立约 但是呢大家都怎么样虚情假意 口里说的是一套 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 因此呢这一些所有外面有割离 心里面却没有割离的人 通通要面临公义上帝的审判 不容他们再行诡诈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是的 你要求我们的就是不是外面受割离而已 而是心里面也要受割离 不向你行诡诈 不用诡诈欺骗神 不用诡诈欺骗别人 也不用诡诈欺骗自己 更不用诡诈来互相取暖 散布假平安的消息 主啊 让我们真实回到你面前 因为唯有倚靠你 才是真正的智慧与聪明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